陆东赞通过自己的聪明才智 从五位求亲史臣中脱颖而出 促成了松赞干部与文成公主这段美好姻缘 大唐与吐蕃从最开始的兵戎相见 慢慢变成了彼此最为信赖的伙伴 那么究竟是怎样的难题 让陆东赞的聪明才智得以展现 从不念途中我们又能看到当时怎样的景象呢 这几个题目有什么呢 难题一 把一根很细的丝线 要求呢从一颗有这个九曲孔道的明珠中穿过 其他人呀拿着这个丝线和珍珠 松手无策 可是陆东赞呢很快就想出了办法 他把细细的丝线系在一个蚂蚁的身上 放在明珠孔洞的这一边 而另一边呢就点上一些蜂蜜 蚂蚁闻到蜜香就带着丝线爬过了九曲孔道 那么丝线呢也就穿过来了 难题二 是如何分辨一百匹母马和一百匹小马之间的母子关系 那么陆东赞机智过人 先让人把这个母马小马给分开 然后呢就断绝了小马军的这个饲料和水 断了一天 第二天呢让他们再相聚 那么又渴又饿的小马军 一看到母马纷纷奔向自己的母亲 那么谁是谁的孩子 难题迎刃而解 难题三 一根木头两头一样粗 让求婚者来判断 哪一头呢是树的根 哪一头是树的烧 这个陆东赞啊 凭着丰富的经验 知道呢 这个树根这一部分的木头更重 而树烧的那一部分呢 它的木头就相对轻一些 于是啊 叫手下的人把这个木头呢 放在水里 在河里漂了一会儿 然后呢 轻的在前面 重的在后面 于是呢 他就准确地指出了 哪一边是树木的根 哪一边是树木的烧 最后 说是由三百名年轻美貌的女子 让使臣们从中找出来 哪一位是文成公主 这个宫中女人个个如花似玉 要想认出文成公主 比登天还难 不过陆东赞啊 这回是找了个内线 他事先买通了文成公主的奶娘 从奶娘那儿得知呢 这个文成公主的生活习惯 说是喜欢啊 用花露水洗脸 因此呢 总有这个花的香味 在她身上溢出来 所以呢 当这个美女们走到使臣身边 那么 陆东赞抬眼望去 发现有一个美女身边啊 总有蜜蜂飞舞 由此断定 这就是文成公主 当她认出文成公主的时候 整个场面一片欢腾 当然还有其他故事啊 咱们就不一一叙说了 唐太宗非常高兴 心想 松赞干部的使臣都这么机智聪明 那松赞干部自己就更不用说了 于是呢 就决定将文成公主 嫁与松赞干部 那么我们再看 这幅图中是三个人站着 而另一边呢 是九个人走着 一个人坐着 真要看懂她呢 咱们还从这个布脸图这个名字说起 脸是人乘坐的 原本与车一样啊 装有轮子 但是自秦以后呢 帝王或者是皇后所称的这个脸车呢 被去掉了轮子 马拉呢 改为人台 故称呢 布脸 当然 古代没有弹簧 这布脸呢 游人台就更稳一些 这幅画以交通工具为题目 看来并非出自画家严历本当初的用意 画的中央上方这布脸图三个字 至今呢 不知是何人所写 按照唐人和北宋以前的习惯 是不在画面上题字留名 所以这三个字呢 只可能是后人根据此画的含义来写 毫无疑问 布脸图上端坐的是唐太宗 也是整幅画的中心人物 他的个头啊 比旁边的宫女要大两圈 那么左面 中间穿花袍子的男人呢 我们看啊 身材消瘦 这个细腰耸肩 这一位就是吐蕃的特使 陆东赞 那么好了 唐太宗 陆东赞 一号二号男性 我们落实了 那么其他人呢 就是配合这次重要接见 必不可少的这个陪衬 我们先看右边 唐太宗身穿便服 头戴青黑色软冠 他的面部俊朗 目光深随 平和的神色中 还透露出稍许的和月之色 簇拥在唐太宗周围的九个宫女 两个掌扇的宫女 一前一后 另外呢 还有一个在后面的宫女呢 举着大红的滑盖 有的研究者呀 认为这个画 画得不太合理 说这个滑盖子 没有照在唐太宗的头上啊 其实这个扇 散盖 这些呢 都属于直视 就是强调它的标志性作用 至于是不是一定打到头上 要看具体环境 那么其他六名女子呢 别看面带笑容 清白腰肢 手上啊 可都在使着劲 毕竟唐太宗太胖了点 这个观众可能质疑了 说这六个苗条女子 能抬得动吗 万一抬不动 给她掉下来怎么办 这里要说明一点 就是以前啊 画帝王的时候 常常把它们画的呢 比常人大两号 以示尊崇 所以您要看这幅画的合理性呢 您就得把唐太宗啊 往小里想一点 差太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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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